进来之后,先新鲜一个,把它带名字 开始加点窝屎啊 这个,你做了这个,这两个都做了吧 然后连接电话也可以打上 回主,这个可以加上啊,当然你也不加啊 点击那开了 进来之后呢,先选择 咱家具这个柜体的类型啊 一般是常规的 这种带 牛奶糊的 带七角的啊 这种带组合的 咱用这个常规的这个 确定一样 然后呢 这个地方来输咱板材的 长宽 就咱这柜体的整体的吃可能啊 宽度深度高度 这是板印厚度 然后这是背板厚度 但是就不再改了啊 然后它这个地方呢 有几个拼接方式啊 往这放啊 顶板 顶底板加侧板 顶底板 顶加侧板 加底板 有有提尔板 换这几种 还底下这个 底板托侧板加顶板 这种 咱用第一个足够 然后 再选择它有四个背板的安装方式啊 鼠标放一会儿 放着一会儿 它会自动出来那个名字 是个什么东西 嗯 这个呢 是背板 带 拉槽的 这地方是在侧板上拉扯 把背板插进去啊 这地方呢 这种的结构的话 看 这种有个影 它是用 三合一或二合一连接的 这种的话 就是没背板 这种呢 也是没背板 这种是有背板 有背板 但是它不用三合一 不用连接 可以活动的背板 咱用这个常规的 在这地方呢 可以设置背板 操后距 边距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个 Ki 从 你可以把Ki这些线 看着一个墙 就墙面 到背板的距离 是边距 操身呢 就这一块 进侧板 背板要插到 侧板里面插到身 就是这个头身 瞧见 好了 咱可以看到 这个常规的 这么一个 这个规体出来了啊 如果咱需要 再往里面 加东西的话 这个 首先要加门 如果你有一个 整体的门的话 首先你要加门 点中这个单元 然后点上面这门 看不到 上面加层板 加立板 自定义这些啊 但是要加门 加一个整体的门给它 这门呢 有很多种 都得选一样啊 再选个对坎门吧 用外个的 然后这也是门板厚度 门缝宽 就是门缝宽 是这地方 可以改一下 应该不会 这地方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啊 门板造型 你也可以选一个 这地方这门板造型 嗯 咱选一个带玻璃的啊 这种带玻璃的 这些调角这一块呢 这些参数 你都可以自己设置 也可以用它默认的这些啊 连用 添加 挂在这边了 大家看 这门也先添加进来了 这门添加进来之后 咱再 咱如果再去点里面的边线 是不是点不中了 在边里面 咱也点不到了 这样呢 咱就在这个地方有个隐藏门 你看吧 把门隐藏掉 隐藏掉 咱在这个单元里面夹东西 你还给你说点架 F架怎么去加的啊 F架呢 首先加一个立板 它立板 立板就是那竖板啊 再看一下这个位置 它默认的呢 是在二分之一的位置 再加它也是二分之一 再加也是二分之一啊 作与完整的 可以给删除掉 然后F架的话 左右各一个 还有一个地方呢 就是说你这个板 可以自己手动拖动的 点动它就可以了 首先点动它 然后手动拖动 当然你也可以设置这个距离啊 设置这个距离 便宜啊 这个 层板只能上下便宜啊 看啊 X加为 又放下 我看 500加 这个单不管了啊 咱如果是 现在是176 咱让变成200 的话就加24 把这个偏移距离 给24 应用一下 这个地方变成200 如果你想让它往下偏的话 它先是200 但如果让它变成150 的话 负50 应用一下 啊 负是往下 正是往上啊 记住的 嗯 F架的去 F架 一般听说这条会有一个圆角啊 这个太往上了 往下放一放 做个圆角 但那个圆角呢 可以直接 点动这个板之后 直接编辑形状 可以切圆角 切直角 这些都可以用啊 这些东西 包括导入 DXF的 呃 那会有一个文件 可以看到 导入DXF 怎么直接在里面生成一些图案 那导一个圆角 这是左下角 右下角 左上角 右上角 咱导左上角 给它个圆弧 半身 50吧 应用一下 关闭啊 这样就变成一个圆角的了 如果咱里面这里面要加 啊 再加几个层板啊 加一个层板 这个层板 如果你需要 变成一个鞋的话 咱可以改一下啊 点动这个板子 修改属性 在这个位置呢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属性啊 这个倾斜角 倾斜角 咱给它四五度 应用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啊 它会变成一个鞋的板子 这东西看需要 如果不需要的话 就给改成领组 再给它变回来 不过底下这些材质 到时候都可以自己修改啊 嗯 然后这里面呢 咱去试试 加几个 抽屉 抽屉呢 就一般常用的普通抽屉 鸽子抽 骨盆抽 然后键盘抽 这几个 加上普通抽屉啊 普通抽屉里面 它有分外盖式 内嵌式这些啊 反映内嵌式吧 因为它那个外面已经有门了 不要再用 我干尸了 包括这个抽屉的每个 每个边的缝隙 你都可以自己设置 还有这个间距 嗯 高度自适应 我这里面给它加三个抽屉吧 这些可以改数量 还有三个抽屉 就会一次生三个抽屉啊 然后这个是抽盒的 抽盒参数啊 也可以自己去改 侧后背板 侧 侧后板 就两个侧板啊 然后包括底下这个 拼接方式啊 有内嵌式的 有全盖式的 还有滑槽式的 这是它背板 地板啊 这地方呢 用它默认 那个滑槽式就可以了 天下 三个抽屉 天下进来了 你可以点压这个板子 啊 这样你也可以意思 只剩成一个啊 然后这底下呢 它可以给它加几个9个 点样 这个架子 就9个啊 这是常规的 那个零形的 很少 嗯 这是这个矩形的啊 层数的话 大家给它加 五层 它有一个自动填满空间 就是自动把这个 单样格给填满 天下一点 这样 咱一般掌不常用啊 咱再添加个零形的吧 三个子 好 点中它 就架子隔 咱添加零形的啊 零形的咱加 三层 添加一个三层 啊 让它这个 我看一下 它这个因为空带小 只能加一个 三层 盖下参数 多加几个 试一 单元格的宽度的话 咱可以自己去改啊 再五十 五十乘五十的一个啊 三个 试一 哎 添加错了 添加错了啊 选错了 选成的 你什么的 上点 咱添加这种真性的 添加一个啊 这个东西你可以大小 可以在这地方改啊 它现在是 但是添加三层 如果它添加三层 那它的宽度是不够的 它现在就默认给添加两层 这种情况下是 咱可以在这地方再加个层板 给它隔开一下啊 这就显着一个很难看啊 这层板直接往下拉就可以了 完了它会自动顶到这个 什么上面 自动顶到这个酒驾 就搁上面 这一个地方呢 那给大家加出去 普通内线是吧 这空间 现在是 七十啊 但这高度改小点 呃 改成 五十啊 它有一个自动填满空间 高度自适应 高度自适应 高自适应的情况下呢 你就注意这个面板高度 不要不要大于这个 它的高度就可以了 重新来填填一下 收听 五十 好了 现在呢 你看 它也是填满的 这啊 只要你不把它这个 只要你把它的面板高度 比这个七十七小 它就可以自己填加进去 你也可以把它三十个 直接做三个 让它分这一块 也可以 那三个 那层板就成了 对 也可以 然后底下的话 这些 常用的一些 这地方呢 可以再给它加个门 不要再加门了 我看它可以再加啥 加个一通 上面上面这个地方 可以给它加一通 一通的话 这个地方高度 也可以去改啊 添加 啊 如果加完一通之后呢 这个单样格 就没啥在选中 再加东西了啊 咱这个呢 就先让它空一下 嗯 也可以往里面加一些东西 加一些博物价值 这些东西啊 嗯 嗯 然后呢可以加几个 层板 这个开 嗯 嗯 就这样 然后它可以显示门 看 咱这个整个东西做完了 做完之后呢 如果你需要切脚啊 一定要把所有的整个柜题 按照举行先做出来的去切脚 全选了在这边 嗯 这地方有个切脚 它切脚呢 有几个注意的地方啊 有九个的地方不要给切脚 这是腐蚀图的情况下 咱切的话 切到左面 左面 后面 左 嗯 可以看左上角 这个地方是啊 有九个这地方 咱不要去切的 然后咱切右边 右边又后脚 这个切脚的高度和宽度自己可以改啊 这个切脚的高度和宽度自己可以改啊 我这就不再更改了 确认 看一下 它会自动把你这板件包括你的柜体都会切掉 咱这因为有个玻璃的时候它显然是空门透的 那可以把门隐藏掉 啊 它可以自动把这个背板切成那样的 切的时候还可以切其他几个脚啊 但建议这个切脚的时候不要切太多 这是各个四处的各个方向的脚都可以切啊 嗯 切完这个之后呢 如果你怕你搭配的地方有些 嗯 有些板件充叠了或怎么样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检查 啊 检查一下这个这个板 嗯 这个板件有没有充叠的部分 有没有无效的部分 那全部有效就可以用这个板子 那这个柜子也可以用 而且你可以把这东西保存一下 那我另寸位一下吧 另寸位 你可以寸到你自己的一个 这什么地方 我放到桌面上啊 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家具库 嗯 先前面加三 啊 啊 但现在这个视图里面可以把这厂子全清空掉啊 咱自己去找一下 打开 啊 就在这个家具 进来之后就是它保存之前保存好的那家具啊 就相当于自己的一个家具库 但还有系统自带的一个家具库 尝尝那些 啊 等一下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 怎么去查看它的孔子和孔槽 做好之后呢更新点一下更新孔槽啊 嗯 更新孔槽完成之后 如果你需要查看这孔槽呢 点一下这个眼睛这个部分 显示或隐藏 孔槽3D图 点一下这个地方 看吧 这孔槽都出来了 这个地方可以爆炸开 把板件爆炸开 你可以点点一下看这个板件 嗯 嗯 如果你需要改这里面三合一的这些孔位的话啊 再设置 板件这个地方咱看一下它是左侧板的吧 侧板中立板咱看一下它现在有几个孔啊 它里面系统 默认布局呢有四种连接方式 三合一加原木销 二三个一加原木销 如果多了一个 这个呢是距离变大了 这个只有三合一没有木销哈 当然你也可以设定它有几个三合一哈 如果你不需要用那系统默认的 你需要自己定义一个 你可以给它去掉 看一下首先看它这个条件 长度咱看这个是侧板对吧 这左侧板有侧板 但这深度是四百三的哈 就是它的长度 上面这条的长度 是四百三 四百三情况下呢 就是满足这个条件呢 它满足哪个满足是大于或等于四百这个条件哈 它现在是两个三合一三个木销 我看一下 我再看一下 现在是三个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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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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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两个三合一三个木销 看一下 深度大于四百两个三合一三个木销 应该是看这个地方 这个不是这左侧板右侧板 你看 两个三合一三个木销看吗 这满足调整之后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定义这东西哈 比如让它 四百之后 两个三合一 让它一个木销没有删掉 就赶紧零 确认一下 然后再更新一下空文信息 看一下中间这个侧板啊 就点红色的一块 它会只剩两个三合一 然后再去画一个零 只剩两个三合一就没有木销了啊 嗯 然后如果咱这块呢 我使用系统默认的吧 然后孔味的话 如果你想调节每个孔大小 在板件下面有个孔味 好吗 三合一连接件 这个地方 连接杆 就咱的那个 打螺色的地方啊 八个 你也可以自己去更改 木销 深度 然后直径都可以改 一般这儿的深度和直径都可以去改了啊 改完这个点确定就可以了 更新一下 它又会这个板应该是又会不严重了啊 啊 系统布局的是两个三个一一个木销在这条件下 很简单 很简单 自己想做多大 嗯 自己算了 加几个孔就可以了 就没有什么条件了 嗯 切条也做完了 咱这个全部做完之后呢 现在下一步转到拆单 点一下拆单 拆单 DXF 等一下这个 这个数量呢 是说这个柜子 这一个柜子 你要做几个 担心数量是一个 它就只拆这一个柜子数量 如果加到十个 它拆单 到了组装出来 或者十个这种柜子啊 做一个 确认 拆单 拆单完成之后呢 咱可以点这个 是否马上启动下了软热来处理这些文件 点试 咱这些东西看啊 这是咱拆除这个单 拆除这个六单哈 在这边选择原材 一个 这个18的 然后还有五个的背板 对吧 这边包 这边 这边 五个的 余料这一块呢 咱就不再选了哈 这点确定就可以了 这还有一条 如果你需要 咱密度版是没有问题的哈 有一些 有文理的板子呢 你需要顺带问题 就把这块给勾上去推了 不需要顺带问题 就把这块给去掉 然后确定 进来之后呢 咱要设置一下刀具 它第一是切割刀 这个刀的直径改多大 自己是那个 用个刀解多大哈 一般是情况下三把刀八个的五个的加上十个就够了 这里面是有个十五个刀哈 嗯 八个刀 咱如果只用切割 不拉不拉头不打孔的话 啊 只切割不打孔的话 就把这个 用于雕刻机下料垂直打孔这个去掉 它就只切割 如果需要让它 切割再打孔的话把它勾上 如果需要它只打八个的孔的话 就直接勾下面只打孔不 不洗孔 它就直接遇到八个孔的时候 然后它直接刀下去点一下 然后再抬上了 它不会在里面转 嗯 第二的话 嗯 是拉槽 对吧 这地方写拉槽哈 拉槽它拉五个的背板槽 然后包括打 那个 包括打孔 也开用它 然后十五的话 十五的就打 那个 十五的那个孔 啊 它就没有别作用 就直接 只打孔不洗孔就可以了 它直接扎一样 只扎一个十五的孔哈 因为没有比十五再大 所以咱不需要它洗孔 直打孔才了 包括十个 十个的话也可以直打孔 然后如果你是一些排断 加工心啊 这刀你都可以利用起来 像这七五这如果没用了 的话最后把刀直进改成零哈 它下面 呃它三线不只有到七二十吗 如果你需要那个排断 第二一提多少的话 你可以把它下面这个换刀代码 看吧 换刀结束代码 你可以改改一下 假如T21 你想用T21 改成T21 你不管是T几哈 只要把刀换开好了 把换刀代码改成T21 它做T21的时候就就 假如是第一把刀哈 在排断上做到T21的时候 它就把第一把刀摞下来 嗯 然后设置完成之后呢 点按确定 这地方呢 是咱一些常通论的地方 都是所有软件都要设置 也损耗啊 这是一些 嗯就是 毛去毛边 要去一下你那个板件毛边 因为那个板不一定是那个 呃 直角的哈 这样放一遍 我们计算出来 嗯 自动培养之后 每块板中间的缝隙是多大 要大于你那个切料的那个刀哈 大于你切割的那个刀 最小于料 高度和宽度就是小于 呃 大于这个 小于这个之后 小于这个数值之后呢 都算是余料哈 这个数值你可以自己设置哈 设置完成之后呢 那咱可以直接拍下 这个拍下很快 3.2秒 确定 进来之后呢 这些东西 你也可以打印标签 我这没有没有对接打印机啊 什么打印标签 如果对接完打印机之后 你可以自定一下 打印标签就可以了 这个板子之间呢 你可以拖动它知道 如果它排了你觉得有一定不合理的话 你可以给它手动拖动一下 包括这个给它旋转一下 都可以 点中这个板子 手动拍样 小于这个做 啊 转好了 不同板件之间 只要料的厚度是一样的 都可以 都是18的 这个是18的 上面这个18的 我可以把上面的 和下面来啊 就是它如果自动拍样 有些地方不理想的话 你可以手动给它拍一下 这几张板 拍完之后呢 直接出现输出 这个地方呢 设置一下 加工员点 就是说 对接机器的时候 刀要定在哪个地方 一般情况就是做还行 定在料做还行 然后一个安全高度 然后这地方有斜切 你可以选择斜切的这些距离 还有水平距离这些地方 包括你斜切的时候 刀子速度改成多少啊 它是下楼的时候 对它是下楼跟车脚似的那种 斜了一下就知道吧 功率小的话 功率小的话 你写一下 功率大了 这下的一事 多浪费时间 这地方还有一个分层雕刻 就是它 你看看百分比 它是分 下多少 如果你第一次不要的话 就直接给它点点零行了 如果你只要分两层 第二次下百分之百 其实今天在下百分之百 对吧 如果你觉得一刀下的话 一刀下 比较料比较厚的情况下 你不需要一刀下的情况下 你需要分层 你点上这个对号 不需要分层 这些去掉才可以了 这个速度呢 咱这里就不再设置了 一般这个速度 都是东西远的速度 对 不管了 这个换到代码 这个地方就默认的 不要动的 然后这个 加工路径呢 文件路径 这个地方你可以自己选一个 自己自定义一个文件夹 或者它默认的一般都在 都在它这个软件里面的文件夹 就别不好找啊 你直接自己自定义一个啊 我刚新建了一个 让它点生的刀鬼 然后再回报 好了文件已生成 咱看一下 我刚才新建了解 新建第四个吧 这里面看一下 有f 001f呢 是反面打 反面打孔拉头 它需要反面加工的 这正面 001z z正面它是手 手字母的 手 那个拼的手字母啊 像他们俩 001f 001z 他们俩是一张板 这么行啊 先加工001f 再加工001z 一张板 加工完001f 翻过来 再放 把这个x 延开的时候 把那个板翻转一下 然后再加工这个 001z 包括002f 002z 003 004 这都全正的了啊 嗯 这样就是一个 大概的基本一个流程 很简单的啊 2013 0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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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